回到现场马上要来越洋连线 这场总统大选在台湾全世界都在看 当然势必牵动了美中台关系 我们特别要连线到美国 给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 耀义要给你了解一下 现在美国官方对于赖清德胜选的看法 那主要尤其在关注到 美国拜登政府现在方面的回应 耀义 是 台湾这一次大选是获得全球的注目 当然在台湾大选之后 美国的行政部门 白宫还有国务院这方面 以及美国立法部门 也就是美国的国会都有做出了反应 首先是我们看到拜登总统 觉得这个13号 美东时间13号的上午9点多 要离开白宫之前 就有在这个白宫的南草坪上 要登上这个陆战队一号直升之前 有记者就问他说 他对于台湾大选的看法 那拜登就做出了回应 那因为这个陆战队一号的直升机的风声很大 所以这个收音的收不大清楚 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记者询问是问拜登总统说 总统先生你对台湾选举有何反应 那拜登总统就回答说 我们不支持独立 但是他在这个independence之后 他又说了三个字 但这是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这个直升机的声音很大 所以大家都听不出来 是讲哪几个字 后来白宫发出来的这个逐字稿里面 也是写说inaudable 也就是连白宫的这个打竹自搞的这个幕僚官员 也听不出来 拜登总统在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 后面到底又讲了什么 那此外呢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国务院方面也发表了声明 布林肯说呢 美国祝贺赖清德医师 在台湾总统选举当中获胜 也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了 其健全的民主制度 还有选举过程的力量 那美国是盼望着与赖医师 以及台湾各党派的领袖合作 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还有价值观 并且按照美国以台湾关系法 三项联合公报 以及六项保证的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 来增进我们的长期非官方的关系 我们有信心认为 台湾将继续成为所有为民主 自由以及繁荣而奋斗者的榜样 那时候行政部门之外 多位的这个美国国会 也是纷纷地表达祝贺之意 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美国国会的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也就是共和党的众议员 麦考尔议员 还有这个外委会的资深成员 是民主党的众议员 格雷·里格尔克斯 还有这个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也就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叫金印玉 还有该小组的资深的成员 也就是他的二把手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 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来祝贺台湾完成了总统的选举 还赞扬台湾人是坚持了民主的理想 同时还来谴责北京仕途透过假讯息 还有军事来施压干预政台湾的大选 那最后来跟大家可以提到一下 就是说曾经在前年有访问台湾的 美国前议长裴洛西也特别发文来祝贺了 那么裴洛西他说呢 恭喜当选总统赖清德与台湾人民 这场历史性的胜利 显示了他们自由公平选举力量 台湾毫不动摇的致力于和平自由 他们的民主生机勃勃 这仍然是鼓舞着全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连裴洛西前议长也特别发文祝贺 好了 邀一你刚刚提到很多人其实都发文 不过实际上动作更重要 选前白宫就已经透露 可能派出一个非官方的高阶代表 是不是真的会在选后代表拜登来到台湾呢 邀一 是的 那么就在台湾大选举办之前 白宫国安会在这个1月10号的晚上 举办了一个针对台湾的背景简报会 那么会上一位资政官员宣布 拜登总统将来派出一个高阶的代表团 在台湾选后进行访问 当时这个资政官员是不愿意透露 这个代表团的人选 不过根据这个金融时报在1月10号的报道 拜登总统将会认名这个跨党派的成员 包括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还有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来率领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 那资政官员是特别表示说 这个非官方的性质的代表团跟过去 美国也派过的这种代表团的目的是相同的 也就是要向这个总统的当选人 还有其他的候选人来清晰沟通美国立场 基本上这个讲的是说 要跟赖清德还有侯友宜 以及柯文哲来清晰沟通美国 在对台湾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方言的立场 那这个白宫的资政官员也特别强调说 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沟通 正是美国一直以来能够有效接触 并且促成台海和平问题的一个关键 另外资政官员还特别强调说 美国在过去的20年间 都有派遣由前后高级官员组成的 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前往台湾访问 那白典总统自己本身就曾经在2021年的4月 还有2022年的2月 两度派遣代表团访台 所以他说这是有了先例 所以并不构成中国要来进行局势升温的借口 而台湾大选后现在国际关切了 就是台海的危机会不会升温 影响到半导体的供应链 北京可能在3月会有大规模的军演 那现在白宫对于台海安全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作为呢 要以 是没错 针对这个中国可能会在台湾选后呢 会有些动作这样的情况 其实白宫已经是有注意到了 所以这个白宫国安会在1月10号的背景前 包括上就有特别的强调 资深官员说呢 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对于世界各国还有经济体都切关重要 台湾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 又一半的全球贸易量是通过台湾海峡 所以任何扰动台湾和平的行为呢 都将严重的伤害全球经济 因此呢 这个白宫国官员是说呢 美国已将在这个台湾大选期间 还有接下来的台湾总统交接的这个期间呢 都会确保透过外交以及军事的双管旗下 来确保跟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 那此外的资深官员提出了警告 他说像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呢 其实是一个例行性的民主程序 所以如果北京是要打算以军事的方式来威胁 施压或者是胁迫的话呢 那么北京就是挑衅者 此外呢 在这个1月12号的时候呢 我在华府是会见了 陪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 来访华府的一位 在外务省的资深高阶的官员 那我们知道上川杨子呢 是在这个赖清德刚发表完圣选引说 没多久就马上发出赫汗的 这个外国的官员 那么这位不具名的官员就告诉我说 他说针对中国在台湾大选之后 升高局势的一个可能性呢 所以日本还有盟友 必须要持续的向中国来传达出一个明确的讯息 也就是不能够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要保持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不可以轻举妄动 而日本也将继续跟美国 还有菲律宾等地区的盟友呢 一起来合作 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至于这个国会议员访台的议题呢 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行政部门 是无权来干预立法部门要怎么做的 那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国会议员呢 他想要去台湾的话 那么美国的行政部门就会给议员做这个简报 风险评估等等 如果议员确定要去的话 那么将由国防部等来提供 像行政专机等等的交通方面的这个方式 那如果是官员的话呢 因为今年其实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以这个美中关系 现在虽然还是处在非常激烈竞争的状态 包括像拜登总统还公开多次的说 习近平是独裁者 但是呢因为这个美国的经济慢慢的复苏 然后贸易呢 与美中之间的贸易慢慢在回问的情况之下呢 在大选年 尤其这个经济 还有这个人民的荷包 是一个很重要的选举的因素 所以我的观察是呢 拜登总统应该不会冒着 要来再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 再打乱的一个这样子的风险 派遣非常高级的官员前往台湾去 那这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观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